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说过我见过的那个生物是什么 但我觉得你就是龙 今天的故事来自要求匿名的网友 02年网友参军入伍 后来被分配到了驻扎在昆仑山附近的某军区 刚到的时候是班长接到他们这批新兵 十几号人坐在一辆卡车上 卡车的后门的门帘一直挡着 什么也看不见 车开了大概两个小时 一行人就到了物资补给站 休息了五分钟之后又出发了 并且从补给站里开出了两辆吉普车随行 网友他们是一直坐在卡车里的 门帘一放一片漆黑 根本没有时间和方向的观念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一直到屁股颠得快受不了了 车停了下来 班长一声令下 所有人全部下车 下了车天已经黑了 网友就发现来的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雪了 连一丝车遮印都看不见 就很好奇问了一下班长 班长说后面有一辆喷气吹雪车 那想着这么保密 就问班长是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班长踢了网友一脚 说不该问的别问 那紧接着 网友就看见从那两辆吉普车 其中的一辆上下来了三个人 其中一人看奸章应该是连长 另外两个人 一个老头60岁上下 一个年轻人20岁左右 那连长就请他们两人进了驻扎营地 到了第二天早上 网友他们班就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 出去集合之后 网友他们班就接到任务 保护昨天的那名老人和年轻人 执行勘查任务 当天一行人就徒步 在昆仑山某山峰下面勘查 老人拿着一个钢签 这里悄悄 那里咋的 年轻人则跟在老人的身后 拿着一个本子 不知道在写什么 就这样一年勘查了半个多月 由于是贴身保护 网友是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东西 其中有三个字被老人多次提起 改格局 那后面应该是在第17天的时候 那个老人说找到了 然后又对那个跟着他的年轻人讲 你记一下 那当时呢 老人大概说的是 这里的地是四面环山 四座山中间环抱一潭水 在风水上讲 这叫腾龙市 本来是极好的风水位 可是东面那座山太高了 挡住了紫气 无法向东而来 而腾龙市格局 没有气 就没办法腾龙 必须想办法改了 OK 第二天呢 部队就出动了一个营的人来执行任务 那每个人呢 都带着钢签和大锤等工具 网友他们这个班的九名战士 还是负责保护那一老一少两位专家 战士们的任务呢 也很简单 老人让在哪里砸 战士们就在哪里砸 让在哪里挖 就在哪里挖 就这样干了两个多月 战士们从之前勘查的那个湖旁边 硬生生的挖出了一条沟 然后呢 老人又安排战士们在沟附近的山脚下挖坑 坑的面积啊 比一个篮球场还大 就这么挖了三个多月 直到把这个锯坑挖到将近50米深的时候 突然从坑里传出一股腥味 心中带臭 特别强人 紧接着啊 网友他们班呢 又接到新任务了 给他们班增加了三个人 总共12个人 带着工具 一起保护那两名专家进坑里勘查 落到坑底的时候啊 那股心臭味啊 呛得所有人都吐了 只有那个老人特别的兴奋 指了指脚下的泥土层 让战士们从他说的这个地方继续挖 大伙呢 就只能硬着脱皮挖 挖了有十来分钟 脚下的土一松 下面啊 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所有人都用绳索进入洞里之后 打开强光手电 才发现这个洞特别的大 洞的四处啊 还有很多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小洞 有些洞呢 要够住这身子才能进入 那这个时候呢 网友就看见那个老人 从身上的布袋里 掏出了一只虾和一只螃蟹 放在地上 看到网友啊 他们十几号人一脸懵 那紧接着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只虾和螃蟹 它居然一起往一个方向爬 螃蟹和虾呢 往前爬 这个老人呢 在后面用水壶里的水 洒在他们的身上 还示意战士们近身 跟着走 一些人呢 就静静地跟在虾和螃蟹的后面 走了有五分钟左右 虾和螃蟹呢 在一个洞口前 停下来不走了 老人把虾和螃蟹收了起来 又从布袋里啊 拿出了十几只鸟 好像是烤好的乳鸽啊 看起来像 这个老人呢 又拿出一条尼龙绳 把那些鸟呢 都绑在上面 让一名战士用力 往面前的洞里扔 那刚扔进去 就从这个洞里 传出一股腥臭味 老人用手一拉 尼龙绳呢 断了 但上面的那些鸟都没了 看见那些鸟都没了 老人特别兴奋啊 兴奋的脸都红了 弯着腰就往前面的洞里进 战士们呢 也赶紧跟着 洞口虽然很小 但洞里倒挺大的 那随着十几道 强光手电的照射 网友就看到了 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啊 一条特别大 特别白的洞 盘在那里 就像一条蛇 目次将近有二十多米 头在身体的中间趴着 头顶的正中央 有一只白色的独角 身上呢 还有鱼鳞一样的东西 那手电一照 还会反光 网友看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这是一条龙 传说中的龙 那还没等网友缓过身 老人就让战士们 把水壶取下来 往他身上泼水 当水啊 泼在这只不明 生物身上的瞬间 他滴吼了一声 声音特别的空灵 并且呢 这声滴吼 让洞里的腥臭味都淡了不少 战士们呢 别都吓了一跳 那这个时候呢 老人就说赶紧走 咱们赶紧上去 他撑不了太久了 要加紧进度 一行人上去之后 如实做了汇报 那当天就开始 从湖里 引水到沟里 又从沟里 引到地下的洞里 晚上 班长呢 和网友他们说 任务结束了 从那天之后啊 网友是再也没有见过 那一老一少 自始至终啊 都没有人说过 他们在洞里 看见的那个生物到底是什么 但网友觉得 那就是龙 好了 我是老佩 下个故事见